我国的尖端技术一直被欧美国家强压一头 这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 而在航空领域 发动机一直被各个方面被卡脖子 就拿我国企业收购乌克兰的马达西齐航空公司来说 在收购的最后关头 美国临差一角 导致我们中国持有的股份全部被冻结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美国对我们的限制是个方面的 但是2020年是特别的一年 在11月29日这一天 我国一种新式发动机 战力式邪暴风冲压发动机被研制成功 它不仅推力大速度快 还被认定是未来高超音速发动机领域的王牌 在中国科学院高温气体动力学研究所 江宗林教授的带领下 成功研制了战力式邪暴风冲压发动机 并一日后在北京进行推力 燃油效率以及运行稳定性的测试 由于暴风冲压发动机的研制成功 使中国在航空领域对西方国家形成挑战和超越 并且我国还有望成为商业航空新革命的引领者 因而这款发动机又被称为航空史上的第三次革命 中国因此成为世界的领头羊 同时也在世界舞台上打造了属于自己的科技品牌 迄今为止 高超音速飞行器冲压发动机最大的科技核心 便是战力式邪暴风冲压发动机 在试飞中 这款先进的新式发动机在各方面都显示出超前的功能 特别是在推力和燃油等方面 战力式邪暴风冲压发动机对研制成功还带来了附加成果 基于这款先进的发动机 我国在未来有可能打造出一款在两小时内到达世界任意地点的飞机 这款新式发动机的研制成功还使得我国在航空领域的其他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七七这款新式发动机的飞行速度最高可达16马赫 即从中国上海到美国旧金山只要30分钟 速度换算下来也就是一秒钟飞行5.4公里 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款新式发动机的飞行速度是目前商业航空的5倍 它有望助力超音速飞行服务实现商业化 所以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必然归宿就是民用航空器的战略发展方向